一厚迷你专业级家庭咖啡机使用教学 产品介绍 看一下产品结构 控制面板 配件介绍 初次使用准备 安装豆仓 三角图标需对准开锁图标 旋转至关锁图标锁 水箱加入饮用水自抹线 禁止加入自来水或温水或热水 对准主机水箱躁安装 制作咖啡 一磨豆前准备 在豆仓中加入适宜咖啡豆 盖上豆仓盖 得住豆仓调整至对应研磨档位 原点越少磨粉货粒越细 原点越大磨粉货粒越粗 共15个档位可调节 选择单杯或双杯粉碗 安装粉碗 安装接粉环 将手柄放入接粉架 2.磨豆 接入电源 点击电源键 点击磨豆键 一次磨豆量约8克 使用双杯雷杯可按两次磨豆键 3.压粉 将手柄底部平面 垫在桌子上 注意密压到底部垂口 使用咖啡着压实咖啡粉 4.冲煮咖啡 将手柄对准三角图标 安装置碎煮口 将手柄从三角图标 转到锁定图标 单杯咖啡选择小杯件 双杯咖啡选择大杯件 即可成功随取 制作奶泡 1.准备阶段 用拉花杯倒入适量全脂牛奶 点击蒸气件开始预热 直至蒸气件长量预热完成 在蒸气管下方放置杯子 将蒸气按钮旋转至蒸气档位为置 每次打奶泡之前 可先在空杯内释放蒸气管内的小量水分 蒸气出来后再旋转至零档位 2.打奶泡步骤 将蒸气管浸入牛奶的三分之一处 再调节蒸气旋扭到蒸气档位 即可开始打奶泡 直至奶泡足够丰富及棉密结束后 旋转到零档位停止出蒸气 清洁与保养 1.蒸气管清洁 刷干净奶迹 避免堵塞 2.清洁睡煮把手或淚杯 先倒掉咖啡粉 睡煮把手再装回睡煮头 用睡取模式多煮几杯清水 即可达到清洗的效果 再用水冲洗干净 3.清洁出水头 用湿毛巾或纸巾擦拭干净即可 4.清洁磨豆系统 取出豆仓盖后盖上泡粉气 泡打泡粉气将管道内的残粉泡出 清洁出粉口 豆仓清理 建议半个月清理一次 若出现卡豆或者倒注的情况 虽拆下豆仓的燃磨刀头进行清理 逆时针旋转豆仓至开锁 逃标取出 逆时针旋转取出燃磨轮 用清洁刷清洁研磨轮 清洁刷清洁研磨室 装回研磨轮 装回豆仓锁紧 5.清洁清水箱或接水盒 取出对应部件 用水冲洗即可 可加清洁剂 6.清水箱除够 加入低于30摄氏度的温水 加入除够剂 装好水箱 使用随取功能出热水方式 将水箱水抽完 表面 搅拌 洁研磨